好 有熟悉的导演 编剧阿康大家都在 还是就跟一个聚会一样 我们就吃饱了饭 然后走过来 参加一个电影的工作 事实上是一个工作 但看起来更像一个聚会吧 然后那个感受特别好 就走这一路感觉特别好 会在未来时常相似这一刻 我们很想拍《逃亡》的一段戏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逃亡 经历了二十多年这个过程里面 很想谈到他究竟在做什么 究竟他在想什么 或者他做完这个打劫的时候 影响了这么多人 他自己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石头戏我们其实都是想追求一些 比较真实的事情 那个场景就持续有一些 炎炎欲醉啊 一些很危险的感觉在那里陈台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大胖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 因为一部电影的工作 跟香港的观众见面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人生当中应该很少有这么新鲜的第一次 所以今天这个晚上对于我非常的重要 他演的好吗 大胖一点 好 永远记得了今天晚上这个时刻 也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叫谢票啊 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特别陌生的词汇 大概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第八个嫌疑人这部电影 所以其实所谓的所有的创作我都是希望 耶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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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二三 什么 再来一次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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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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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别的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因为一部电影而面对观众 以前来香港我就会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 之前也有过自己的电影在香港上映 但都没有做过宣传 也是自己做观众 然后藏在电影院里跟其他的观众一起看自己的电影 但这一次是面对观众们的问题 然后要去交流 感觉很紧张 也怕自己回答不好 但是观众们都非常的热情 让我很有安全感 整个过程非常的舒适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心 因为其他人都太强了 尤其我其实也都有看 其他入围的演员他们的作品 我自己觉得能够收获入围的肯定 对我来讲已经很幸运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 第八个嫌疑人里我的塑造 现在也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也很享受整个 从入围到宣传到期待结果揭晓的 这个时刻 这也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带着家人一起来香港旅游 因为这里很好吃很好逛 然后我的父母他们是第一次来香港 所以能够带着他们到各个地方去打卡 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幸福 这次又不一样 是我第一次因为一部电影 然后在香港做宣传 要面对访问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来到香港都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也期待着下一次 应该也很快了 下一次来到香港 然后参与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感觉到在维多利亚港 在那站着 因为那有一个星光大道 然后上面有很多巨星们的手印 我就会每一个走过去 然后把自己的手放在那 然后我就会看到 梁超伟的手原来这么大 我整个放上去还有那么多的空间 然后我就对比每一个人 就在幻想说自己如果有更长的时间 去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表演 那么有没有一天 其实有机会自己可以在这里面 留下属于自己的手印 就是幻想了 就是去星光大道 然后每一个明星就去比他的那个手 因为我也拍了十几年电影了 这是第一次入围金像奖 我在想如果按照这样的频率的话 那么下一次应该也是很久很久 很久以后了 或者有没有下一次这个机会 反正至少有这一次的机会 所以我会抓紧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遇到明星 遇到我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 遇到我的偶像们 遇到香港的电影同行们 我就会多拍一些照片 然后在金像奖上打卡 希望大家期待着 到时候我发布在网上 那么多的自拍 黄子华 看他的动独笑 我以前都模仿他 做舞台上的表演 这一次我会见到他 我拍下这张照片 我会告诉他 我有多喜欢他 颜色 我来洗碗 你 我感谢 未经许 对 你们